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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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Excel上面 我想要在今天呢 很快的讓大家經理一下Flexing 還有這個MiniTap 怎麼樣來做這個 simulation 那剛才那題M1的 Excel的這個解法呢 我也在講義裡面 說明了然後裡面有一個重要的 公式是就是這個 17這個地方 第1個顧客的等候時間 是前面一個顧客等候的時間 加上前面一個顧客服務的時間 再減去 第1個顧客他 到達的時間 這裡面的最大值 那這個題目呢你們就回去先當練習 下一次我們可以再說明 好那所以我們就可以 往前進 例如說我們要解M1的model 有解析解 那是完全沒有誤差的 那個在StoreGast Process那門課學到 MM2、MM3在那門課學到 這個 例如說 M、M、S 所以這個Server呢 你的數目有S個 如果我要更複雜的model 不一定是指數分配 是一般的分配 這個G可能是 或者是Weibo分配 或者是Gamma分配 或者是你自己寫一個 一個服從沒有什麼名字的 就是適合你現在所研究的那個系統 是GGS 這時候基本上是沒有解析解 但是Flexing的邏輯是一樣 你只要把它 拉出這個邏輯 但是你要為它 也就是input data 你要給它適當的這個分配 然後你再做統計分析 所以你看不管你是MM1 一直到GGS 用Simulation 借著Flexing邏輯是只有一套 可是你用解析 MM1是一種解法 MM2是另外一種解法 GG1、GG2叫GGS 不同種解法 你可以看出理論 Analytical Solution 跟Simulation Solution之間的優劣 OK 好 那現在我們進行第三個 我想請大家證明中央極限定 用Simulation的方法 有誰會證明中央極限定 好 在講中央極限定理之前 我們先來定義什麼是中央極限定 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很快的問過大家這個問題 基本上同學如果記得 沒有一個同學答對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什麼東西的極限分配是標準常態 這個答案是標準常態 是標準化後的樣本平均數 不是SampleMe而已 是SampleMe減它的平均數 除它的標準度 OK 這個在基礎統計大家都學過 但是都沒有學到點上 這怎麼不會到下面 OK 這個是用圖形說明中央極限定理 老師說你一看到圖 馬上就要想到這個圖的X軸是什麼 Y軸是什麼 這上面這個block這個圖的X軸是樣本平均數 下面這個圖的樣本平均數 的X軸是標準化以後的樣本平均數 你看到當N是有線的時候 例如說在100 你看這兩個 你會覺得都像常態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可是當N到無限大的時候 這只變成一條線 這個是標準常態 所以只有到N到無限大的時候 你才看出這兩個圖形最大差異 那是一般的書本 他畫同音樂畫N等無限大 好真正的定義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要來證明這件事情 同樣的有解析解 解析也是發在講義裡面給你 我的書上也有這個證明 今天的重點不是解析解 如何用Excel或者是其他軟體 Minitab來做這個 來證明中央極限定義 好老師這邊有一個特殊的這個說明 My way123 My way就是我的方法 我要講這件事情呢 我用從三個不同的角度 因為從一個角度好像你理解了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問 好像並沒有完全理解 第一個是把原始定義寫出來 然後你畫圖 第三個我用一個打油詩的方式 這是我的聯想 同學可以想想看 這個打油詩適不適當 你們以前是不是 我們以前是學過一首詩 將相本五種 人人當自強 就將相啊 不一定是父母親是將相 你才變成將相 尤其是這個時代 人人你只要是自強 你就可以變將相 如果將相是代表一個成功的話 那你只要自強就可以 好那如果我們說將相是標準常態 大家都喜歡變成標準常態 五種就是他的祖先不一定要是將相 他祖先不一定要是皇親貴族 也就是說這個原始的data x1到xn 他可以是任何分配誰都可以 那他的下一代就是x1到xn 你必須要先給我原始的data 然後才把x1到xn 組成一個函數變成sample mean 或者是標準化的sample mean 所以標準化的sample mean 是等於是他的下一代 那他要怎麼樣 他要怎麼樣才會變成常態呢 你要有條件 就是說你要自強 所以人人呢 人人講的是n 人人就是指n 就是樣本數 自強就是說要無限大 你樣本數是無限大 那你x1到xn 不需要是常態 任何分配都可以 那標準化以後的樣本平均數 就會變成標準常態 我用三種不同的方式 寫出這個定義 一定要寫出完整的定義 當第一個開頭 畫圖說明 還有問問題 我還問了問題 一問問題就知道說大家都沒有到點上 然後再畫圖 然後再回來看原始的定義 然後再用一個打優勢 ok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 這個是用這個Excel的方式 我們現在用Excel產生這個data 老師 同學可以看老師做一遍 或者是說我們就按照 按照這個東西來做 好我們接著就開始上機 你先看一下 我這個A1到ABCDE 我開一個Excel file ABCDE的第一個是我的名詞說明 所以第一個就是A1呢是我的數目 Number 好我把它拉過來這邊 A2呢是我可以 如果我可以這樣子的話 然後這個是 標準化以後的樣本平均數 然後這個是X1 是產生Exponential 平均數是等於1 這是 好我已經拉出這個 建議同學在用任何軟體的時候 都要寫一個註記 例如說 這些data是什麼東西 你說老師我會記得 等一下你會不記得 所以一定要先寫 好 接著我按照這個東西 我的產生 我要產生 你我這邊寫1萬 你可以產生1000個 好我產生1萬個 我1 2 3 你就把它 隨便拉到哪邊為止算哪裡 好 你拉到1萬個 你就拉到1萬個就對了 OK 先從C萬開始 先從這個 我是不是這個d 我這個d應該是放在這裡 好這個應該是放在這裡 好這個就不要了 你說老師為什麼不先放在b 因為我這個b2跟c2 我要放標準化的樣本平均數 所以我把產生出來的Exponential 放在後面 這產生Exponential怎麼產生 上次已經跟你們說過 用那個cdf 所以負的log e-log e-rand 所以等於 負的log e-rand 主括號 右括號 OK 負的log e-rand 這個 不清楚等一下老師證明 在黑板上給你們看 就產生了一個Exponential 就產生了一個Exponential 那看你要產生幾個你就把 跟這個Number拉的一樣多 這個再做一次 就是 等於負的log e-rand 你rnd寫兩次 這個rnd 雖然名字也叫rnd 但是 是跟剛才那個rnd d 獨立的一個乱數 好 然後我這裡呢 要寫這兩個東西的平均數 所以average 你就點這個average 誰跟誰 這個跟這個 那是 d2跟e2 d2 e2 d2 e2 所以這個是x bar x bar2 兩個相加除以2 來 所以是0.51 加0.4 除以2 0.48 好 你可以拉到一萬 我現在只拉到436 是OK 這個是 是标准化以后的 就是它减去平均数 平均数是多少 是1嘛 然后除上 括号1除上SQRT 这个是多少 为什么是2 我现在要算的是 所以是1除上2的开根号 OK 我现在这组数 我用黄色的来标记 把这些数 画Histogram 看你我现在N 例如说N只有100 我就会画出这样子的图形 大家想一想 Excel现在又有Column又有Raw Column是什么Raw是什么 这个 这个黄色的 怎么没有黄色 这个是什么 这每一个data都是什么 这每一个data都是两个 Exponential的平均数 的标准化的值 对不对 因为这每一个值都是 都是 老师这个黄色画错了 这个黄色是 应该是这个 OK OK 这个才是标准化 还有样本平均数 如果你是画这个蓝色的 画出来的是这个图 它的X轴是X bar 这个X轴是标准化 还有X bar 是黄色的 可是蓝色 大家先想一想 如果说老师说 现在请你产生 用Excel产生data 然后用 然后去画这个直方图 你知道这个data怎么产生吗 OK 那因为Excel是 我们已经练习过 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 用mini tab 等一下大家可以自己练习 现在同学是不是看老师的 这个黑板 OK 好 如果我现在是要 100个 所以我这个X轴啊 就要做到 就要从ABC D E F G H I 我要拉100个 所以你看Excel 是不是有点麻烦 不是很friendly 对不对 我现在是这两个 D跟E的平均数 如果我要三个的话 就D E F D E F 如果我要100个 我已经到哪里去了 我要拉100个 不是很friendly 但是还是可以doable 还是可行啊 那现在我们来开这个mini tab 这里有mini tab 桌面上都有mini tab 所以我们这学期会用的软体 现在已经示范了三个 Excel Flexim mini tab 还有R 今天没有示范R 一样的 我这里有一个data 有一个计算 第四个 Calculation 请你看这个讲义的第七页 Calculation 按下去 这里有产生random data 你看这里的名字 这里呢 这个random data 其实它这个叫data 其实不好 就是random variable 这里列出来都是有名的random variable 回忆刚才Flexim 我们按下去 它的名字叫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按下去 里面有很多有名的 那mini tab不是取 叫random data 好我要的是Exponential 我就找 Exponential在哪里啊 在这里 Exponential 那你要产生几个 你要产生几个 我要产生一万个 我就产生一万 你看 至少到这里 就觉得比Excel friendly很多了 刚才你要拉 而且怎么拉都拉不到一万 不是太多就太少 好现在一万 然后呢 你的data要放在哪里 我说我要放在第六格 跟第 10006 10 OK 这里 没关系 你可以 我刚才 其实我只要产生两个 我如果先 我如果产生这个10 我可以用6跟7 两个平均数 我可以用678 三个的平均数 我现在先 就跟我的讲一样 你就先写成106 意思说我产生100个 到时候我可以做100个的平均数 那这里呢 它的写法你看 不同的软体 它问你的 问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个scale 这里就是平均数 那 这个题目我们刚才是产生Excel 平均数等于1 好这里就是OK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就是Excel 所以你可以说这是X1 它服从Excel X2 服从Excel X3 服从Excel 先写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已经产生了这么多Excel 到时候我要两个平均数 我要三个平均数 我要100个平均数 我都可以 接着我再做一次 还是Calculation 这次呢我要选的是Role 列 我想把一列的平均数 多少跟多少啊 C6跟C7 这个C6跟C7 这两个请你给我平均起来 放哪里啊 放在C1 所以这里 这个是不是叫做X bar 两个Data的平均数 这个就是刚才Excel里面 两个东西的平均数 是不是 好 那我说我是要标准化以后的啊 所以我这个是 我这个是Standalized的 X bar 那Standalized的我怎么做 也是一样 我用Calculation 然后我用这个Calculator 做出来的东西 请你放在C2 然后呢我这边要打的是 C1-1-平均数除上 先括号 1除上SQRT2 OK 好 现在就是有这一行了 这一行 这一行是什么 就是 刚才我画 标准化以后的Histogram的X轴 那现在 它可以帮我画 请你画Histogram 好 随便画 选一个 那你要哪一个啊 标准化的 OK 2 few 好 这个就是 你不要看这条线 你只要看后面的Histogram 它不太像常态 因为它是两个东西的平均数 我今天如果要说 X bar 100 那我是不是再做一次 Roll statistics 是平均数 是C6到C多少 C6到C105 还是106 是105嘛 对不对 6到105 是不是正好是100个 是吗 对不起 缺了一个东西 然后你要放哪里 那我就暂时放 这个 这个 这里错 我暂时要放在C3 这个是100个Data的平均数 那你再把100个Data的平均数的标准化放在这边 那我如果要画图 我说我要画Histogram 我要画 先不要给我Smooth 我要画100个 你看这个图 跟刚才这个的图 它就 因为它是100个样本的平均数 它就 比较像常态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 用模拟的方法 来证明N越大了以后 样本平均数标准化以后 趋近于标准常态分配 所以现在大家有两个练习 一个是用Excel Excel做完你去画图 你会发现很不friendly 但是doable 可行 然后再用mini tab 大家开始进行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画出一个图 你会画一个图 你就会画第二个 我就会画无限多个图 那接着就是什么 熟练而已 然后我们静下来想想 比较一下这两个软体 优缺点 Baba raise your hand If you get the plot Did you? Bob did you get the plot? OK好 那大家先看这个地方 你们会问老师说老师我怎么画出这个图的 就是这样子画出来的 这个N等于100 这个N等于2 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但是我这个图是用R画的 R是统计软体里面画图最漂亮的 但是你现在只是想要呈现那个图的样子 是一个示意图 所以这个Excel Minitab都可以达到相同的功能 所以我已经告诉你我是怎么画出这个图 我们先来来回答 我们要学中央极限定理 我们是怎么学 我们是怎么学这个伟大的统计定理之一 其实是最伟大统计定理 同学记不记得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每一个人写一个答案给我 没有一个人写对 因为没有一个人写对 就刺激到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公式在这里 公式给你看 你都不见得会写对 你还是只看到Sample Min 为什么 因为Sample Min是我们的记忆中 记得的东西 所以常常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答案 是把我们记忆中的答案放进去 其实我们其实没有好好想 还不如说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个题目 你还有机会答对喔 所以老师希望说我出给你的题目 就算是同样在问同样的问题 也不要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我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 那你因为是不一样 所以你一时在你记忆里面找不到那答案 你就会去想 这是比较好的 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 什么东西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是服从标准常态 就是这一堆啊 为什么给你这个答案 你又只看到这里呢 很令人不解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统计书 都说样本平均数 你都背起来了 所以这是记忆中的答案 其实你想一想你有可能会答对 好 然后画图 你画图你需要画图工具啊 Excel Minitab 我们刚刚都做了 画出来以后你要想 这是什么意思 在什么时候 长得很像 在N是有限的时候 其实它的pattern是相同的 只有当N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但是中央极限定理实际上是应用在 永远不会有N等于无限大的情况嘛 N还是有限的 所以在有限的情况 其实你可以看到无限的情况的这个 这个行为 但是我问的是中央极限定理 所以我问的是N趋近无限大的 这种行为 所以我们要比的是这两件事情 好 再回忆讲 My way 1 2 3 希望你学任何一个新的概念 或新的定理 永远有一个以上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我 summarize一下 我开始的时候 给你考一个Quiz 今天回去当Homework 复习了 几率基本概念 还有随机变数 第二堂课 我们就是经历了Flexing 怎么来 估MM1的期望等候时间 插掉了 黑板 期望的这个等候长度 第三堂课 我们证明中央极限定理 用Excel 还有Minitab 这些东西 需要操作熟练 但是 我跟你说 去学这个软体 不是困难的事情 因为软体已经在那边 你只要需要熟练而已 你需要知道说 你借着他得到事情 以后怎么分析 剩下几分钟呢 我想给各位想想 你今天这堂课 你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本来不清楚 后来变清楚的是什么 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有可能是一个 例如说 本来不知道中央极限定 你现在知道 尽量去想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启发 然后 我们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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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